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易卜拉辛近日宣布,美国晶片制造商英特尔将在该国追加8.6亿林吉特,折合2.08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封装和测试业务。 安瓦尔在12月初通过社交媒体发出的消息中表示,这一投资决定是在他与英特尔执行长陈立伍·Litboutin会面后宣布的。 此次追加投资显示了英特尔对马来西亚作为其全球制造和测试基地的持续信心。 在2021年,英特尔宣布将在马来西亚建设一座价值70亿美元的先进晶片封装工厂。 该工厂被视为英特尔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旨在提升其在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和生产能力。 阿瓦尔补充说,英特尔对政府的持续支持表示了感谢,特别是在槟城先进封装工厂的发展方面。 这座工厂被定位为英特尔全球最先进的工厂之一,目前已完成99%,使马来西亚处于高价值半导体制造和封装活动的最前沿。 阿瓦尔还欢迎英特尔承诺通过选修课程、研究合作和技能发展计划,深化与马来西亚教育和培训机构的合作。 英特尔承诺在未来两年提供280万林吉特的资金,支持旨在培养本地半导体人才的研发和学术合作。 现阶段,AIHPC高效能运算对抑制整合的需求依赖先进封装技术,其中台积电的CoreOS解决方案是关键技术。 然而,Transforce最新研究显示,随着云端服务业者加速自研BSIC对封装面积的需求不断扩大,已由CSP开始考虑转向英特尔的EMIB技术。 Transforce指出,CoreOS方案通过中介层连接不同功能晶片,目前已发展出CoreOS S、CoreOS R与CoreOS L等技术。 随着挥达Dweckwell平台2025年进入规模量产,市场需求已高度倾向内间隙中介层的CoreOS L。 然而,CoreOS面临产能短缺、演磨板尺寸限制和价格高昂等问题,促使Google、Meta等北美、CSP积极与英特尔借卡EMIB解决方案。 相比CoreOS,EMIB具有结构简化、热膨胀系数问题较小、封装尺寸更具优势等特点,能为AI客户提供更具成本优势的解决方案。 但,EMIB已受限于西桥面积与部线密度,互联频宽相对较低,实验性略高。 目前仅ASIC客户较积极评估导入。 Trendforce预测,随着Google决定在2027年TPU V9导入EMIB试用。 Meta亦积极评估用于其MTI产品。 EMIB技术有望为Intel Foundry Services业务带来重大进展。 至于辉达、AMD等对频宽、传输速度及低实验需求较高的GPU供应商,仍将以CoreOS为主要封装解决方案。 在此背景之下,据韩国媒体ET News在12月上旬报道, 消息显示为人工智慧热潮所带来的旺盛的先进封装需求, 英特尔近期宣布了一项重大策略性决定,将其面向人工智慧AI的半导体封装业务, 部署于韩国仁川松岛的AMCOR Technology Korea-AMCOR科技K5工厂。 这一举动代表着英特尔首次将其核心的先进封装技术委外合作, 并选择韩国作为强化其先进封装供应链的关键战略基地。 目前云端AI晶片所需的先进封装市场主要被台积电的CoreOS所占据, 但是台积电CoreOS产能有限,无法满足市场持续增长的需求。 这也使得不少晶片厂商将目光投向了同样具备先进封装技术的英特尔。 最新的传闻显示,苹果、高通、Google、Meta都在评估英特尔的EMIB先进封装技术。 而为了满足市场旺盛的需求,英特尔已经在安靠科技韩国松岛K5工厂内部建立了基于其EMIB先进封装技术的产线。 早在2025年4月,英特尔就已经与安靠科技签署了EMIB技术合作伙伴关系, 并最终选定松岛K5工厂作为实际推动合作的工厂。 EMIB是英特尔专有的2.5D先进封装技术,用于连接不同的半导体新力。 举例来说,在AI晶片中,此技术允许将高频宽记忆体HBM配置在绘图处理器GPU的周围。 序号通过内嵌在半导体基板中的西桥Silicon Bridge进行传输。 与灰达AI晶片通常使用的西中阶层Silicon Interposer相比, EMIB的优势在于其成本效益和生产效率。 由于利用西桥,EMIB被认为在价格和生产性方面表现优异, 同时也能实现精确的2.5D封装。 此外,英特尔还拥有更为先进的Fovirose 3D封装技术。 英特尔过去一直仅在美国、马来西亚等地的自有工厂进行高效能半导体的EMIB封装。 此次将其技术外包的转变,主要是为了应对市场需求增加, 从而扩大全球供应链。 根据知情的市场人士透露, 英特尔在韩国松岛进行的准备工作, 不仅包括英特尔自有晶片的封装, 还涵盖英特尔所承接的晶圆代工订单。 目的是为扩充先进封装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当前,安靠科技在美国、韩国和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先进封装厂。 然而,英特尔最终选择了松岛K5工厂。 这主要原因在于,该厂具备高度先进的封装设备, 使其有能力为北美大型科技公司, 如辉达和苹果提供先进封装服务。 此外,韩国松岛在材料、零件、设备和人力等封装所需基础设施方面的卓越性, 也是英特尔做出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 这项合作预期不仅将为松岛地区带来经济和产业效益, 更有助于提升韩国在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战略地位。 英特尔已计划在2026年量产下一代EMIB技术,EMIBT。 EMIBT是在西桥上增加了西通孔TSV的先进技术。 TSV能够提供垂直的续号传输路径, 借此显著提升最终产品的速度与整体效能。 EMIBT被视为英特尔在AI半导体领域的关键竞争筹码之一。 由于英特尔已与安靠科技展开全面的EMIB合作, 业界相关人士普遍预期, 双方将极有可能继续在EMIBT技术上延续伙伴关系。 进一步扩大两者间的合作范围。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